这一堆料,昨天晚上我们下到了九点钟 再搞完,以后今天我们就一大早带你过来 今天我们要加工,把这些粉丝加工 这个加工的话还需要三点时间 哇,特别的麻烦,每次拉过来 每次拿这料来,最多大的就是这个加工 因为这个太粗粒了 今天就打了这么多啊 这个呢,已经是用那个发酵机,还有玉米搅拌好 然后自己装这个,这个袋子里面 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 因为我们之前那样开的话就是,那个漏风得多 然后每次一打开,影响得大 像这种的话,这样把它拌好发酵 然后放里面把它绑好,不让它漏风 这样的话,发酵的效果就好 然后这一袋呢,每次喂,一点都喂一袋 这样的话就特别的方便 然后呢,就不会影响这个饼子了 今天加工的很小,还要打四点时间 对啊,特别的费用 四点时间,还不知道能不能加工完呢 这个玉米杆加工比较慢 没有那个木角加工的比较快 但是这个玉米杆的这个营养价值的话 还是比较高的 游戏 接着 这个玉米杆 接着 这个玉米杆 接着 是不是 这种研究 这种研究 很容易